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比赛是日本替联赛的一场比赛 这一盘呢,并且也是决胜盘 决胜盘的这个比赛啊,赛制很有意思 采用一局定胜负 出战的双方是郝帅,对阵丹宇孝希 郝帅在此前的出场,已经是为港山队拿到了一分 是3比1战胜了曾根祥 郝帅现在已经是38岁 比丹宇孝希呢,是大了整整11岁 我们来回到比赛,丹宇孝希的开局不错 2比0的领先,揭发球也揭得很好 郝帅这个球是正手推了一板,质量不够 被丹宇孝希的反手反撕 郝帅叫了一个暂停 郝帅呢,目前是已经离开了国家队 他也是仅仅打一些商业比赛 所以他的状态确实不能跟在队的时候相比 丹宇孝希拥有了一个梦幻开头 发球想攻 郝帅这个球呢,虽然说力量不大 但是他是撇着板子拉过去 有一定的侧拐的弧线 丹宇孝希没有对上点 一分一分地往回追 发了一个台内的侧上 丹宇孝希是完全判断失误 丹宇孝希在判断不轻旋转的时候 丹宇孝希不能碰 一碰,特别容易吃发球,吃旋转 丹宇孝希连续失误 这也是郝帅给他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丹宇孝希也叫了一个暂停 两个人呢,都是左手 郝帅揭发球领起来 这个揭发球呢,就很主动 并且落点很深 是顶住了丹宇孝希的反手 郝帅很牛啊 从0比4的落后 连锥5分 也看出了好帅这个过人的心理素质 又是一个侧上的发球 丹宇孝希的进攻没有质量 郝帅反手推了一板直线 结奏把控的非常好 丹宇孝希呢也是日本的绝对主力 是奥运会选手 在赛前呢 大家对丹宇孝希的这个呼声很高 大家看丹宇孝希的背面呢也是贴了一个蓝色的胶皮 根据国际拼联的规则 现在呢选手的套胶 可以有一面是彩色 但是另外一面呢必须是黑色 丹宇孝希发好帅的正手短 这个球呢隐蔽性很强 是一个死转的下旋 好帅的希望把这个球调起来 但是呢没有成功 两个人的比分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这个发球至关重要 漂亮正手的连续进攻 大家看好帅在进攻的时候啊 这个线路依然是非常的刁钻 丹宇孝希特别难受的点 压反手之后迅速变现 要正手 假动作丹宇孝希呢依旧是把这个球接得不够好 轻轻碰过去这个球 旋转和质量都没有出来 好帅呢是举手示意 一局定胜负的比赛啊 所以双方都非常的紧 好帅 这个球丹宇是打到了板边 这样好帅呢 是连续拿了三分 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但是非常的老道 丹宇孝希抢攻 好帅是防了一个回头 今天好帅的防守是屡见齐攻啊 尤其大家看这个球 其实好帅已经接得很好了 丹宇孝希是非常坚定的侧身 好帅也是算到了这个线路 反手的相持 这样好帅是战胜了丹宇孝希 大家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意见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再见